嗨,大家好,我是珍妮佛 有时候呢,在梦里 你经常发生的事情 在醒来之后呢 过一阵子 竟然呢,真的在现实的世界里 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会有一种呢 似曾相似的梦境的即视感呢 有心理学家分析认为 是因为呢,我们人体的大脑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可以呢,预知到未来的世界 你想知道你的梦境 想要传达什么预知的讯息给你呢 今天,珍妮佛就跟大家分享 五种常见的梦境 都预示显化了 什么讯息要给你呢 在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 有芯片即时通知哦 梦境一,生理梦 我想呢,大家都有梦过 在梦里想要上厕所的梦 表示呢,你最近呢,非常的焦虑 如果呢,你是梦境呢,一直找不到厕所 可能呢,你最近呢,对所苦恼的事情 一直呢,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哦 这时候呢,建议呢 找别人来点画一下自己 梦境二,清醒梦 有没有过呢 在梦里,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而且呢,还能自己决定呢 梦里故事的走向 如果呢,你是这种人 那你的智力是非常高的哦 在现实的生活中 是个非常独立的人 而且呢,头脑也很清醒 这类的人呢,都是超越其他人的 而且呢,想象力呢,非常丰富哦 梦境三,重复梦 同一个场景 并与同一个人 发生同样的故事 像是影片回放般 反反复复直到梦醒过来 这个梦呢,其实呢,是你的大脑 在试图的,发出呢 警示的讯息给你哦 是不是你在现实的世界中 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上天给你的讯息暗示啊 梦境是叙事梦 在你梦醒之后呢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回忆起 梦里的过程,对话与细节 就像刚才,才真实的发生过一样 例如,自己已故的亲人 跟你做最后的告别 这都是呢,上天呢 在帮你解开心结啊 另外一个说法呢 已故的亲人 连结到你的梦境里 想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或是跟你好好的道别 梦境五,梦中梦 在梦里呢,出现了多种梦境 你以为呢,自己是醒的 却发现了梦境的景象 你依然在梦中 例如呢 梦境自己呢 正出门上班 结果呢,走在半路上 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做梦 这个梦呢 其实呢,在暗示你的身体 有点过于劳累咯 建议你呢 该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咯 我是珍妮佛 我们下回见 拜拜